有一段他不信要救所有人 用馬然後製造馬提升 讓司馬醫以為說有第二種 你批是這一種 司馬醫 這真的是 我又搞錯了 走走走走 丟臉屍 我們這集要從上海前往蘇州 來去參觀著名的寒山寺跟桌陣員 我們下車了 我們這站是寒山寺 我們這次是屬於拼裝團 我們是從上海人過來 他們蘇州這邊也有一些遊客 所以結合起來 我們就一起去逛 月落無奇霜滿天 江湖與火堆酬眠 巫蘇城來寒山寺 夜版桌陣的客船 沒錯 大家背的唐斯風橋夜伯 就是當季在寒山寺這裡寫的 裡面究竟長啥樣 我們進去一看究竟 他在前面聽故事 我們現在要來聽聽看 他能講出什麼故事來 不知道 聽不懂 反正風橋夜伯的風橋 指的是兩座橋對不對 對 就是風橋跟夜伯 大橋跟小橋 反正就是一個叫江村橋 一個叫風橋 對 它有兩個橋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老是在講他們聽 我在後面都聽得到了 放牛班都聽到了 不是 星光耳朵有點問題 他說那個寒山寺 因為這個地方 當初就是 人才被處 柱之山嘛 就是江南四大財子裡面 我只知道唐伯羅 他講的是柱之山 就是那一個畫小雞吃米條 真的啊 就是啊 他是這樣講 前面那個寒山 是他寫的 兩個字 可是他那時候寫完 就沒寫完 就寒山寒山寺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寺廟沒有寫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念一次那個詩句 江宮與我對抽名 巫術成外寒山寺 他應該是要寫刺 結果被人家說 不行 就是取消了 那個就被打馬賽克了 人家是寒山寺 不是寒半 反正寒山是柱之山寫的 然後那個寺是後來另外一個人 來看到這個 就是跟那個助詞說 我幫你把最後的字寫完 但是他說我沒有錢啊 不過沒關係 我不要寫 我只要寫這個字 字寫完 你讓我落款 落名我的名字 我還是覺得他是寒山寺 我們現在看到的寺字 就是由清代著名學者說法家 陶俊軒所提 接下來我們進到寒山寺內 看一下吧 羅漢堂 他們這邊說這個寒山寺 說日本的人 很多日本遊客會指定 你要過來看這邊的寒山寺 他們日本有一個叫 廣山寺還是寒山寺 音域跟寒山寺很像 來看一下 這邊是幾個羅漢堂 那是八百壯士 什麼八百羅漢 八百壯士 看太多了 鏡子拍照 那沒關係 我是攝影 應該是這樣 將這一帶有屬羅漢的風俗 一男著女優的順序進入十股門 隨選一尊有緣的羅漢 座位第一開始熟起 出到本人今年的年齡 虛歲那一尊職 記住羅漢的號數 最後向僧人請羅漢牌上的詩 自行體會 好啦再來我們出去 對 攻擊 好啦 行嗎一樣 進去裡面聽 我只能陪玩 你說這裡有什麼增跡 唐多虎 唐多虎寫的在哪裡 你看看 可是都掉了 對你看 這唐波霧寫的 對啊 可是就掉了 它的增跡都掉光光了 因為這種直線 只看到一個堤 對 好 這裡的比較明顯 對喔 漂亮啊 這裡比較明顯 媽媽這裡的衣衣比較明顯 對 比較明顯 這是別的人寫的 對 就是很多人後來就是寫寫寫寫 他們覺得寫的 後面的人寫的最好的 他們覺得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愉悅是 這一首 他說當初代表張記這一首 月落物體霜滿天 風喬夜魂這一首 當初張記他自己是沒有洗下來 那他本來又穿出來了 就是口耳相傳吧 反正當初他是沒有 還是沒有留到 他是怎麼口耳相傳 不是吧 月落物體霜滿天 我不是說 月落物體霜滿天 好 我不確定 你不口耳相傳 也有可能是他的字 可能不好看他行別寫 或怎麼樣 反正這首是張記做的 但是沒有他自己親自 然後那個你聽的 你不要再講 我聽108遍 結果我這麼喘 這首還有是月飛的登基 給你們看一下 欸 哪一個有月 那一個有月 這邊是月飛的登基 下退的 對 對啊 很難得 他不是有一段很厲害的 哪一段 我只記得金裝包裹而已啊 他就是有 他不是要救所有人 那時候用馬 然後製造馬提升 讓敵軍以為 讓司馬依以為說有的 你白痴啊 司馬依 張飛打月飛 這真的是你 好了我又搞錯了 走走走走 丟臉屎 我叫你去聽歷史是錯的 對 我也覺得是錯的 這邊 他最上面那個金色塔有看到嗎 有 這個是塔是他們是用來放設立子的 然後他們中間 因為這邊就是經過當時是有戰亂啊 什麼 所以他們其實有四五百年是 很多東西都燒毀 然後這是後來做的 那個是黃金龍 真的嗎 真的嗎 但是他說 我們只能去 我們只能上一樓 那這個是中樓 中樓 對 而且說他們中間 不是都會敲中樓 就是迪士尼那個 也會有一個怪物在這裡面 是中樓怪人 這邊 那這邊你等一下要掃一下 什麼文中生 煩惱請智慧講 菩提 菩提什麼 菩提老闆 這邊啊 然後他們就是 這個寺廟就是有超中的習慣 他們每年出世前一天 就十二月三十五號 會在這邊 然後辦一個法會 然後他們會敲一百零八聲的鐘響 每敲一聲煩惱就少了 那我要敲一千多響 超多煩惱 那我們超多煩惱 韓石店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二樓是藏金樓 一樓韓石店所供奉的是和和二仙 和和二仙作為民間掌管婚姻的喜神 所以求姻緣的觀眾也能來這拜一下哦 普名寶塔 金子就是在上面嗎 金碼米頭 應該是這個 有警衛嗎 然後裡面的塔樓就是長這樣 普名寶塔總共經歷三次毀壞 前後歷經兩次重建 但最終於原末時四塔又毀於戰火 普名塔於1996年後才又重建完成 金輸了韓山四六百多年 又有四五塔的歷史 這邊很多字哦 我真的是看了手錶 我想來留一丟丟 你不要這樣多養去插藥 我不是不管手 我也要留一個落把 這以後就是架子連城 有貓哦 有貓哦 它就是叫閃爍的曠光 你看到什麼 貓 你在幹嘛 雞甲 叫它雞甲 雞甲 雞甲 人家水豪 韓山四這邊它大概會留三十分鐘到四十分鐘左右 那我們就要去下一個地點了 我們就要去下一個地點了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卓勝園 哇 穿個古裝 讓他們看一下 漂不漂亮啊 我本來也有幫他買 幫小朋友買一號的 然後還沒來 對啊 太慢了 這個景這麼漂亮 來古色古香一下座 朱正元始建於明正德初年 也是江南古典圓林的代表作品 與北京一和園 成德避暑山莊 蘇州流園一起被譽為中國四大名園 其佔地達78亩 園區相當之大 那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吧 來這邊一樣是要掃 什麼這樣 就是探望什麼 那我們要跟導遊 因為我們 他包正門算不錯 它是算買票的方式 好 我們進來了 好 我們進來了 桌正元 為什麼叫桌正元呢 就是 王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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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期呢 就是被皇帝點下來 別下來之後 那就是 自己在這邊 這算什麼 遺想天年嗎 它是從正之路不順遂 所以回來這邊 然後蓋了這些 不會不會 叫桌 所以 從商失敗的叫什麼 桌上元 就是桌上要送醫院 走吧 所以你說他從正之路不順遂 我看起來蠻順遂的 對啊 可以蓋成這樣子 王獻城因為年事已高 住進園之後 沒多久就過世了 王獻城死後 其兒子繼一夜賭博 將整座桌正元 租給倉門外 下堂徐子 也驗證了 為父不過三代這句話 你賭也可以 等好幾次賭 怎麼一次賭 誰跟你五萬十萬在賭 是不是 所以他是真男人 好賭叫真男人 這叫傻 怎麼傻 他搞不好又賺了另外一間 對不對 好多人 好多人 有很多這種 很多這個創作 你會仔細看 沒有一扇窗 是同樣的路 如果一樣 他就是會叫那個 旁邊重過 他不一樣 每一扇窗 這麼高拐 對 他一定要多一扇 然後這邊 你就順著路走 你也走不回去 太多了 真心建議桌正元 平常是帶來 假日人真的多到誇張 假日去來賞人 不是賞景知道嗎 這個安慰靈畢鑫的靈畢石 有幾個特點 色如墨 顏色像古代的墨 色如墨 一塊錢的硬幣去敲它 它發出來的聲音 像音樂電動信一樣發出聲音 很好聽 這是啟修 這是啟修 像啟修天來想成的 啟修頭 摸摸啟修頭 這個是啟修頭 啟修頭 鍋 的五分之一 順帶一提桌正元 在1997年時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坦 在蘇州別忘了進來走走看看喔 失火了 哪有 失火了要打幾號 19 欸 很好很好很好 那你會不會打電話 不會 那你知道19有什麼用嗎 好 沒關係 知道19就好了 王建成 這是王建成他辦公的地方在二樓 那他為什麼故意要選在二樓 你要看一下這個 整個房子 他設計是有用力的 他把這個屋簷設這麼低 他在二樓辦公 如果那時候去草堂過來 他就可以直接一二樓跳出來 然後從這個屋簷就是可以亂跑 不是啦 這會不會是以前那個 不過這是辦公室 這不是房間 你要幹嘛 如果是房間 那這個是不可以拿來做什麼用 就很好逃 沒有人家這是辦公室 這是辦公室 他是為了要自己 辦公室也可以辦公室練琴 我最後都被你講成這樣 然後他旁邊又種了很多 就是很靈異的那個樹 就是可以增加他好地的時間 這邊是很適合開照的 就是好多人就是穿著古裝 然後你就來這邊拍 我也沒找到沒有 桌增園這邊有淡地有80畝 如果說你進來的話 建議找一個導遊 因為你如果不找導遊進來的話 就只是看看樹看看建築 你會比較沒有感覺 沒有錯 沒錯 好啦有機會來這邊走一走吧 好啦我們這集先到這邊 下一集主要來介紹一樣 在蘇州的州莊古鎮給大家 喜歡我們影片的觀眾 不妨訂閱一下 順便按個喜歡哦 那我們下集見